二十四日在新北市議會舉辦了第一屆 第三次會期 阿美族的新北市議員 一將巴洛爾首次以阿美族語 質詢同樣是阿美族的 原民局局長陳碧霞 不過原民局局長陳碧霞 阿美族語說得不順 讓議員一將巴洛爾批評 族語都說不好 又怎麼傾聽新北市原住民族人的心聲 又怎麼振興族語 另外一將巴洛爾議員 也針對新北市各區發展協經會 理事長的行政費用 在新頒布的促進原住民族事務 發展要點後 從原本的每月三千元 卻變成了每月一千五百元 大砍了頭目及社團領袖的工作費 遭議員抨擊 我還在當局長的時候 各區協經會的理事長 一個月十三千塊錢 你現在一個新航班的要點 變成一千五百塊 你根本是現助理委員不應 跟議員報告 新北市原民局局長表示會再去做了解 不過對於替原住民族爭取福利的議員來說 對市府原民局的做事態度 大打折扣 接著我們在媽媽要新北市議會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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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